你別說我昨天才跟他開室外場的 碰碰車 不是碰碰車 普通的小型電動車 然後他有一輛是慢一點的 開車後我看見他開始不太對落 好像有點熱氣 地板有 他會吃姐姐開比較快一點 然後剛才開車後 他的扭軚是很急彎的扭 飄移 飄移入彎 你的車比你爸爸還要辣 厲害 很厲害 一圈圈主持 阮兆祥 駐秦 天恩 總有一圈圈中你 我們今天有主角楊潮海 Hello 潮海應該是第八次到 不是說笑 我也想 做醫學節目應該是第一次 第二次 之前不說嬰兒那些都涉及到醫學 嬰兒要健康 這次又醫醫我不想再病了 每個星期都和大家探討一些很關心的 而且在香港廣泛都影響著香港人的疾病 其實自己當主持當中應該都學會了不少 是的 基本上我其實是回去上課一樣的 因為他們牽涉到某些議題是關我的事的 哪一集 尿酸偏高 因為我有少少尿酸偏高 所以當中我學會了怎樣吃什麼不吃什麼 令自己尿酸的指數不要變得太高 尿酸是不是其實跟我們吃海鮮有關係的 豆那些全部都是 喝啤酒 喝啤酒那些最嚴重的 千萬不要喝 現在對你的幫助有多少成 對我的幫助有多少成 通常都是這次知道 一個人吧 五六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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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經病 長師兄又來了 通常都是你這次聽完 很害怕很害怕 一會兒又繼續吃 喝啤酒吧 是會這樣的 有哪一集你一聽到 真的害怕 真的不是說一會繼續吃 真的掌知識 這一集原來這麼誇張 一集說腰骨 例如脊椎那些 然後以為自己沒有問題 但可能雷露出生後 我經常抱她 我右手的肩甲位 其實是長期都痛 那跟五十肩有沒有關係 就是五十肩 那個就是五十肩 肩周炎 其實就是 然後醫生很好 我們拍完之後 我就說醫生 可不可以幫幫忙拍一下 然後她說好 你躺下 然後她幫我按按按 然後 醒了 好害怕 她是隻蟻 真是 很精神的 第二集立刻很精神地做了 那些真是叫啪骨銘心 這集已經有兩個了 很想力 剛開始兩分鐘已經有兩個了 真的假的 但真的立刻沒有那麼痛 或者那些完全沒有感覺 她說我頸椎這個位置有點歪了 頸椎按的時候 是不是在這裡 我說是 好 放鬆 接著放鬆一點 放鬆一點 這樣 很害怕 我之前試過去弄這些骨 是很恐怖的 是很恐怖的 但是弄完很爽 都市人經常都會做這些事 可能 肩頸 像她說她抱過女兒 經常抱著 可能她姿勢不正確 甚至睡覺的時間 枕頭 都會有影響你們的頸椎 那些位置 那真的很厲害 一拍就搞定 是啊 所以我拿了她的電話 抄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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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EE我不想再病了 就是你和樂宜一起主持 我想問是每集的題目 你們都會有提供 還是一起去商討怎樣去做 我們主要是聽我們的貿易團隊 提供給我們 醫生 因為我真的來學習 我的知識的量沒有他們那麼多 他們真的有做研究的 所以我相信我們的寫的東西 其實每一次我都想 今次說這件事 但又好像不太關自己的事 但聽完之後又好像關自己的事 很有趣 很多東西都是 很多時候看完這些照片 聽完都有點害怕的 不知為何 有些人覺得自己要講腰骨 有些人覺得是歪歪的 你不用怕了 天欣 為甚麼沒有腰骨 對啊 寫下去 我直接說 沒有問題 我想知道這次主持的工作 給你了甚麼經驗 給了我的經驗就是 我知道我 我真的很喜歡演戲 你真的很喜歡演戲 我發覺我不是很適合做主持 我發覺甚麼 不知道 我覺得 比起長師兄這些真的差太遠 當然不是 他很厲害 我經常看他現場 剛剛跟他做完節目 他記得我厲害 然後我反應又快 我發覺我兩樣都不夠他厲害 真的 我慢慢學習 學習 其實每一個主持都有他的風格 不是每一個主持都好像我那麼懶 你明白嗎 你跟黎諾爾一起做 黎諾爾又有另一種風格 你為何形容他的主持風格 或者你跟他一起合作 有甚麼經驗 有甚麼趣事可以跟我們分享 樂意他之前已經有做過 真的類似的節目 是 然後這次其實是同一個團隊 然後他好像穿上一套衣服 下來做一模一樣 這套衣服這麼爽眠 他說是呀 是呀 還不是呀 所以他承接了上一次節目的方法 他本身做主持已經有一套自己的方法 還有他很多事情都很穩陣 很多時候可能我們已經去哪裡的時候 他會把我們拉回來 我主要做撐走的那個 你不知道去哪裡 他就拉你回來 拉你一條繩子 是呀 你看到潮海近年來都發覺到多了很多機會 大家亦更加認識到楊潮海有不同的長處 優點等等 我發覺雷雷出生後 已經黃了很多 有呀 絕對是呀 他一出生後便會哄哄哄的聲音 是嗎 是嗎 他的出現是否都令到你工作上多了很多憧憬 或者對以後都會更加… 可以看高一點、看遠一點 是嗎 我就… 我不知道 反而女兒出生後 我反而不是那麼想做事 我經常想陪她 經常想留在家裡 是呀 因為我以前做事 我可以開廠拍劇 我可以真的拍完回家 睡一小時就回來做事 我覺得還可以 但現在回家之後 我不想出來 是呀 有家庭的男人 是呀 因為六點多鐘就想回去吃飯 吃飯因為他現在上學 他八點多鐘就睡覺 所以我其實都要趕八點前回去 最重要是讓他見到我 因為他回家時永遠都會見到他睡覺 其實沒有交流 他見到你 所以我就希望跟他互動 跟他玩 你最喜歡跟他互動是甚麼 如果趕得及 在他睡覺之前 是不是就是說那些 睡覺時故事 睡覺時故事 我通常留給我太太 我主要是跟他做一些劇烈運動 劇烈運動 放電 沒錯 放電 通常他現在很喜歡玩一樣東西 跟我玩 我經常每次走過來 爸爸我要飄飾 飄飾 是甚麼 你托著他 沒錯 他站在我肩膀上 然後走 他希望每一日睡醒 爸爸飄飾 但是你教他飄飾 就是這個動作 對 我教他的 我讓他坐在我肩膀上 站在我肩膀上 然後說你試試站起來 然後他站著 我說這個叫飄飾 然後以後都叫飄飾 飄飾 厲害 厲害 有了小朋友之後 真的發覺到… 以前會覺得 小朋友要知道這些東西 遲些才慢慢解釋給他 但現在可能見到小朋友… 三歲吧 三歲半 三歲半 海綿一樣 你跟他說甚麼 或者見到你做過甚麼 他立刻會模仿你 對嗎 這是重要的 特別我女兒是一個很觀察型的小朋友 通常我們做一件事 他不會先進去 他會先在外面看一看 然後你轉頭 他已經做到了 哇 他很快的 那有甚麼事 例如我踩單車 可能那些… 不…不是單車 那些車子 是 那我就… 之前見你表姐玩一次 他也不懂的 還傻居居站在那裡 然後我說 很簡單而已 雙手拿著 那些是滑板車 滑板車 然後腳踏上去 然後他在下面踩 踩上去就可以了 然後轉頭他走上去 他已經做到了 哇 三歲就搞定Scooter 他還要看 他剛才在觀察 應該是兩歲多的時候 兩歲多的 很厲害 過多兩年 就已經可以給他車去開 你別說 我昨天才跟他開的室外長 碰碰車 不是碰碰車 普通的那些電動車 然後他有一輛是慢一點的 開車之後 我看他開始不太對落 好像… 沒興趣 地板有 響一下 她說 可以讓他快一點 然後剛才開車之後 他的扭態 是很急彎地扭 哇 飄移 飄移入彎 飄移 飄移 你小車比你爸爸還要辣 這個很厲害 很厲害 很厲害 現在看到這個小朋友 還有什麼性格 特點 還有 其實他很喜歡說故事 他已經懂得作故事 他有時候可能放學回來 我們煮飯吃 吃飯的時候就會 今天 李老師就說 他說 然後就不斷作一個故事 可能在說八分鐘的故事 當然 那個邏輯你不要管 他稱讚我 他稱讚我 又聰明 既性又好 又肯撿東西 這樣 這樣 這個將來可以做編劇 是否完全是你那種路線 我不知道 所以我接下來下個月 帶他去報了一些故事 讓他們去玩劇 看看他會怎樣 因為我經常說他是戲劇女 他很過敏 好像他爸爸一樣 經常過敏 對的 首先要過敏 你先要學校再慢慢收 對的 如果你們一來到就不過敏 你很難去到那個大的狀態 大變小容易很多 比看他還要認識 他的故事 又是不可能 全場機會 是不可能 都不可能 接觸 寒 出去 我 到了 可能 是 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